快要過年了受到疫情以及物價上漲和通膨等因素影響 让许多基层民众可能更加弱势 七堵清济工连续第32年举办冬令救济活动 制证大约300份包括白米、酱油、米粉等12种生活物资 记住300个弱势家户和民众 每年所有的在新人士丹头和本庄的共同的信念 每年都有3%以上的寒冬充物资 直到政府的清寒的乡亲 来过一年 感谢各位 清济工也携请学校和警察局第三分局派出所 协助发放部分寄住物资 给包括基隆中学、基隆商工、长新国小以及七堵国小等 弱势学生加户 让物资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弱势民众家中 因此也特别感谢学校和三分局远景的帮忙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